给家里人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现在再来公司包装小礼物 送给托儿所的院长和老师 然后给托儿所的那些小孩 也都准备了礼物 哎呀这不是快过节了吗 年糕 蘸着蜂蜜汁还挺好吃 选择这小礼物口红呀啥的 别的套会儿可能怕人家有 有那个心理负担呢 看一下 哎呀这颜色不行 这好像是挺黑暗的 这颜色是不是还行 看着还挺好看 这个口红就挺好的 淡淡的那种莲花的香味 这个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这里面这是个唇膏 外边一圈是唇膏 这里面还有两个色 还有这种唇刷 这还挺好看 看这个啥色 这包装的 这送去以后人家应该就挺高兴的 主要是 哎呀幼儿园这老师吧 也确实是辛苦 就是我觉得就是给再多钱 我说觉得我会干那个工作 太累了 但一个月工资其实也不太高 哦 我们已经很大而漫了 怕大呀 是不是你看 我们不太厉害了 哈哈哈 我们不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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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好了 看多好看的 那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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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闺蜜 从国内给我寄了这么多 这米线呀啥 就知道我后这一口 妈呀 这包装一看就烤好了 妈呀 这种米线一看就是那种 特别好吃的那种米线 来 还给小何琳寄了一个 早教机 何琳呢 何琳呢 这是谁的 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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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谢谢姨妈 谢谢爸爸 爸爸 谢谢姨妈 姨妈 妈妈 妈 谢谢妈妈 谢谢多多妈妈 多多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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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多多妈妈 真多谢谢 这两只只小兔子 这每天晚上最近主要是用的这个 每天晚上都听的 这个叫什么名字 嗯 火火吐 都是何琳的 这个是何琳的 这也是何琳的 给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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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她呢 给你 何琳的 啊 这个也是何琳的 妈妈 不是 这也是何琳的 这也是何琳的 哈哈哈哈 好那这个是何琳的 这个是何琳的 这个是何琳的 啊 喂 咋又生气了呢 啊 你咋生气了呢 哎呀 我这还好有视频为证 我 我说啥错话了 你就是这个也是你的 这也是你的 妈妈 我这小孩咋了 你想给妈妈一个 那你说哪一个是妈妈的 妈妈 妈妈 做什么呀 妈妈 咋生气了呢 嗯 啊 妈呀 咋生气了呢 我咋没看懂呢 现在是个啥情况 这发生了什么 今天咱穿成这样去上学 那他们都见识见识 我们这中国服装 有多华丽的 你看你看 走路都不一样了 何琳呢 这是谁的衣服 能够高 啊 真棒 你看 你看 这从开始的时候 不是穿上以后 就可开心了 在这笑呢 他可能也知道漂亮 你看 哇 嗯 真棒 哎呀哎呀哎呀 摔倒了摔倒了 摔倒了 摔倒了 家里摔倒了 哎 何琳呢 爸爸的车 爸爸的车在哪呢 快找爸爸 快找爸爸 啊 啊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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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得也漂亮 嗯 啊 先把这 给老师的礼物 装在书包里面 还怕别的人看见 哎呀 其实人家托儿所今天是过那个圣诞节活动的 但是下周到元旦的时候他们就放假了 我穿上这样会不会有点杂场子的意思 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发货了 下个月要是快递能正常一些 或者是保证快递停运之前能到的话 等会我再看 反正现在看来就是可能是最后一次发货了 我这拿了一瓶水 它盒子变成这样 就像在我们这儿如果已经变成这样的话 这种就是我自己就消化了 内部把它就给消化了 但是有时候回去吧 长途跋涉有时候就二十来天 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 所以说是 反正在我这边得保证给大家发的课程是好的 哎呦 都用了第三瓶了 这一瓶就放在学院里面 脸干的时候喷一些 然后今天我不是给老师送了一个礼物吗 放到书包里面了 我还是就怕别人看到了 然后呢老师直接给我发短信了 就说是 我们这不能收那种个人的礼物 因为我以前给他送的那些礼物有啥呢 就是能大家一起吃的 就像那种结梗离枝呀什么保护嗓子的 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就是自己能吃的 那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吃的 但这次就是送的就是只能他自己一个人用嘛 然后他就说这种我们受不了 好 我又放在书包里面 今天荷林给你拿回去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 也不是说是怕接老师呀啥的 头儿所能学个啥呀 主要是我们小荷林他们班的学生 都比他要大好多啊 就是最小的也比他大我看八个月呢 所以别的小孩他们都已经不穿纸尿裤了 但是小荷林现在冬天嘛 然后怕尿裤子太冷了 然后我就给他说是不要给纸尿裤 让穿到明年 然后你看老师得给他一个人换纸尿裤 然后反正就是挺辛苦的 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就是一个月 哪怕给我一万块钱 我都不可能去干那个工作 主要是太累了太累了 那些小孩呀啥的 然后面对我们这些家长的时候 就是经常就是看着特别特别高兴 其实我真的只是想表示我的心意呀啥的 要不然也不可能说是 选一个价格便宜一点的口红 像我这边好的套喝呀啥都有呢 所以说看到以后就直接给我发了 其实我就觉得 怎么说呢像这种事情吧 他其实拿走以后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又能送给他的话肯定也是真心送的 其实他自己拿走的话也没人知道呀 但他还是不拿 然后就说是真的就是心意领了 你要是想送一些东西的话 你就给我们孩子家家送一些小零食 让孩子们一起吃这样的 然后其实我对韩国的这个老师不能收礼的事情 是一直知道的啊 但是像小学生高中生的话可能不收礼的原因 就是怕家长之间互相攀比啊这些的 就是我知道小学的老师啊 如果家长给老师买一杯咖啡 如果这个事情被学校制等的话 这都是要受到处分的 就一杯咖啡都不行 更别说是送礼物了 就真的咱们的立场上就是想表示 老师确实是辛苦了 这大家都能看在眼里 他每天给小学生写那些日志呀啥的 在托儿所里面 哎就是生活的怎么样 这等等的 然后真的就写的 就是你看到以后你就觉得你作为一个妈妈 你写不出来那些 你也不可能说是为了你的孩子去写一些日志呀啥的 人家写的那些就感觉写的跟诗一样的 就真的是想表示一下对他的感谢你知道吗 但是今天送礼物人家不收吧 这这还整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这等会还得去超市看一下孩子们能吃啥 明天给送一些 让孩子们一起吃 让孩子们一起吃